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日前宣布,他的台北市竞选主委由卫福部前部常陈时中担任,引发外界热议。 对此,前立委郭正亮认为,赵晨时中去年只拿了31%的选票,是民进党有史以来得票率最低的台北市常候选人,只靠他一个人的力量,根本不可能调动整个英系的人马。 这实在太天真了,赖清德得罪了相当多的英系人士,如在排黑条款仪式上,得罪了前国策顾问、民进党、台北市党部前主委黄成国。 因此,他找陈时中当北市竞总主委,目的就是为了要化解于英系之间的矛盾,以顾好自己的基本盘。 陈时中有相当多争议,现在他重出江湖,会立刻成为非绿阵营文宣战的重点目标,所有人会开始讲他过去那些令人捧腹的黑历史。 ,3300 ,3300 , yog ,